在我们人生很精华的一段时间 我们选择待在后里跟你们一起生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 有机会去改变你们的生命 有一天有一个孩子就刚过15岁生日 隔几天他的爸爸就来到这边 然后就说我的孩子以后周末就不来了 然后他要去找打工贴补家用 那时候就开始思考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孩子应激自立 一方面又可以持续我们对他的学习的陪伴 这些若瑟的孩子他都会有一个梦想 你问他说那梦想是什么 梦想是赚大钱 可是我们都会问他一个问题是 那你觉得你现在你为什么可以赚大钱 然后大家就会安静下来 可是我们就会开始说 你身上其实有很多的能力 我们从半年队到开餐厅 到现在要开所有的工房 事实上我们不断地让孩子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反而手上有的能力他是可以变现的 我们是为了陪伴这群孩子的存在 而不是带着他们赚大钱 为什么要成立后理制造的工房 就是我们带孩子学木工学的六年 真的孩子带着好多的能力和专业在身上 然后真的把我们的学习跟理念关注在这些作品上面 我能说人情你真的很棒 完成了妈妈的梦想 包括开餐厅 包括成为社会企业 这是我对做这件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人生目标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在告诉年轻人们 到乡下的地方陪伴这些孩子也是一个选项 而且该做的事跟想做的事是可以一起做的 而因为你的投入愿意回来 这些孩子会真的因为你而有更巨大的改变 我们的梦想它是一定要实现的 不管有没有得奖 而教你如何得奖 对我们来说它就是很大的一个助力 因为其实做木工会有很多的粉尘啊噪音 可是你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事实上我们没办法去做集成系统这些的 我们原本的话可能要花一两年去存到这笔钱 才能去做这件事情 而透过Johnny Worker的计划 我们可以一次到位打造这样的环境给孩子 各位小子 中子 还有老子们 谢谢大家在这六年 我们一起活了很精彩的生活 二哥想要告诉大家 恩典随时都在 很多的人陪我们走到今天 我们也要记得不用等你们长大了 只要有机会 你绝对都可以选择去帮助别人做对的事情 喝水酒之战